马斯克前日在推特上发布了一个重磅消息 宣布全自动驾驶版本12已经正式推向特斯拉内部员工进行测试 马斯克曾表示此版本将不会再是测试版 同时 方舟基金的首席分析师塔莎揭露了一组重要数据 预示着全自动驾驶的即将到来 特斯拉中国也宣布 特斯拉的自动驾驶即将在中国进行运营测试 这些迹象都表明 特斯拉自动驾驶技术的实现已经越来越接近 一旦成功 将对公司股价产生巨大影响 在今天的视频中 我将对这些事件极易进行详细解析 欢迎大家关注我的频道 让我们开始今天的内容 特斯拉2016年以来一直在努力研究自动驾驶功能 他们试图找出如何使用尽可能少的硬件来实现汽车自我驾驶 他们得出的结论是 通过在汽车周围使用八个摄像头和一块芯片 就可以从驾驶的角度来完成一切 版本12之所以具有开创性 是因为它不再依赖人类对汽车的驾驶决策进行编码 此前所有的驾驶规则 例如红灯停 绿灯行 黄灯准备停 都是由人类电脑工程师手写完成 而版本12现在完全由特斯拉总部的人工智能大脑 通过分析大量驾驶视频来自动编写驾驶程序 这个人工智能大脑就能够弄清楚如何处理一切 所以你再不需要告诉人工智能 什么是停车标志 什么是交通灯 它只是基于汽车中人类的驾驶行为就能知道 特斯拉的标注团队已经从原先的识别和标注路面信息 转变为标注最优质的驾驶视频数据 全球现在有许多公司正在努力解决自动驾驶技术的挑战 其中像威某和克鲁斯这样的公司 采用了多种不同类型的传感器 比如激光雷达来捕捉汽车周围的环境 中国的一些公司也在进行类似的尝试 最近通用汽车的自动驾驶子公司克鲁斯 因为交通事故被美国交通管理局下令停止运营 这个事件其实揭示了为什么特斯拉自动驾驶 将会从众多公司中脱颖而出的原因 我将在稍后进行解释 从特斯拉和马斯克的态度来看 版本12可能是获得完全自动驾驶的最终版本 可能不会有版本13 当然在版本12上可能会进行很多细节上的调整 但版本12的技术架构已经为特斯拉自动驾驶 克服所有路面困难构建了整体的框架 接下来所需做的就是向系统提供更多数据和算力进行训练 以进一步优化和完善其性能 推特的一名用户说道 全自动驾驶12可能是改变一切的时刻 但它也可能比版本11更糟 对此马斯克回复说 他觉得版本12很人性化 很人性化这个词乍听起来好像没什么 但其实它是版本12的核心所在 也是自动驾驶能够真正被实现的唯一途径 因为为了确保自动驾驶被尽可能多的人采用 自动驾驶不仅客观上数据要优于人类驾驶 主观上也必须让乘客感觉很安全 所以它的驾驶行为应当类似与一个优秀人类司机驾驶的行为 现在版本11自动驾驶大部分时间都做得很好 但有些情况下它会做一些比较机械化的驾驶行为 比如我在停车标志处时 它会很奇怪地在十字路口缓慢爬行 通常情况下 当一个不熟悉这个软件的人经历这些时 那个人会觉得这很奇怪 我一个朋友不久前买了一辆Model Y 他很喜欢这辆车 但对于自动驾驶完全没有了解 当他尝试自动驾驶时 汽车做了一个奇怪的驾驶行为 虽然对安全并无太大影响 我朋友就立马失去了对他的信任 决定不再使用 所以拥有一个会像人类一样行为的自动驾驶系统 对于真正赢得客户的信任至关重要 而版本12通过利用特斯拉超过500万辆在路上行驶的汽车 来教他如何驾驶 理论上这将建立一个最大限度人性化和安全性的自动驾驶系统 这个驾驶系统永远不会分心 永远不会喝醉 对于像克鲁斯或威某这样的公司来说 他们最大的挑战是扩大规模 特斯拉从每辆出售的自动驾驶汽车获得利润 而克鲁斯和威某则恰相反 他们并不直接出售车辆给客户 他们在每个城市必须自己投入大量资金 去生产出足够的汽车当作无人出售车使用 他们的汽车生产成本非常高 每辆汽车的成本在25万到50万美元之间 汽车配备了各种传感器 公司还需要为每个城市事先绘制昂贵的高清地图 并定期更新 因此规模化成为他们的一个很大挑战 而对于特斯拉来说 只是一个软件更新 目前500万辆汽车就都可以立马实现自动驾驶 甚至无人出租车业务 刚刚方舟基金的首席分析师塔莎总结出来的一组重要数据 显示了2023年全自动驾驶状态下的特斯拉 比起威某和克鲁斯 以及美国2021年人类驾驶的事故率对比 我们可以看到 表现最差的克鲁斯 每4万英里就会发生一次交通事故 甚至比人类驾驶事故率还要高 这可能也是他们为什么 最近被美国交通管理局最终叫停的原因 评论区里有人留言说 法规层面上特斯拉自动驾驶批准还要很久 我认为这是不对的 因为克鲁斯就是最好的例子 他这种程度的自动驾驶系统都顺利被批准运营 特斯拉一直与美国交通管理局保持着频繁的沟通 马斯克的火箭发射也能看出他的公司 极善于与政府机构合作的能力 美国加州州长在前不久访问中国的时候说 他非常期待自动驾驶的发展 他认为自动驾驶会完全取代人类驾驶 他说有一天人们回顾过去会很惊讶 居然在那个年代允许人类驾驶 从他的话中就能看出政府对自动驾驶的积极态度 所以法规上通过我认为很简单 关键是批准后的交通事故数据 能否让其保持运营才是最值得关心的问题 如果自动驾驶技术能显著降低交通事故率 并且带来经济效益 这会激励各州政府加快法规制定的步伐 以便尽快采纳这项技术 特斯拉在手动驾驶模式下 事故率仅是美国平均事故率的三分之一 这是因为特斯拉汽车都配备了先进的辅助驾驶功能 如自动紧急制动 碰撞预警 自动巡航控制等 而最让人惊讶的是在自动驾驶模式下 特斯拉每320万英里才发生一次事故 比人类驾驶安全16.8倍 很多人争论全自动驾驶 如此低事故率完全是因为有人类辅助 而且他们比平时驾驶时更为专注和警惕 但事实是许多使用过自动驾驶的驾驶者 都反馈说他们的驾驶体验变得更加轻松 再也回不到没有全自动驾驶的时候了 这指向了自动驾驶技术本身对安全性的显著贡献 的确如果现在除去人类司机 特斯拉全自动驾驶事故率会上升 但这也是为什么特斯拉还没有发布 全自动驾驶正式版的原因 这也是特斯拉最聪明的一步棋 运速则不达 克鲁斯在没有达到该有的安全标准前 就草草地去上路运营 这是因为他们的测试数据极其有限 他们只有500辆汽车 且主要依赖付费给专业测试员进行路面测试 这就极大影响了其数据收集的广度和深度 不能应对那些不常见的边缘情况 这也是他们事故频发的根本原因 上个事故一辆车将一个行人撞到了克鲁斯的车轮底下 但是克鲁斯并没有选择停车 而是继续拖行 因为显然他们在测试中没有遇到这一情况 相比 特斯拉通过发布全自动驾驶测试版 实际上把所有司机免费变成了他们的测试员 目前累积全自动驾驶行驶数据已超过5亿英里 而且在不使用自动驾驶的情况下 特斯拉会开启自动驾驶影子模式 影子模式允许自动驾驶系统 在不实际控制车辆的情况下模拟驾驶决策 这意味着即使驾驶员在手动驾驶 系统仍然在后台学习 通过比较其模拟决策和驾驶员的实际操作来提升自己 特斯拉拥有了战胜其他所有自动驾驶公司的决定性因素 那就是数据这一巨大优势 很多人担心如果有一天特斯拉人工智能软件被别的公司窃取 那是不是特斯拉的自动驾驶领先优势就不在了 答案是否定的 即使他们窃取到了软件 没有背后海量数据的支持也是没用的 随着特斯拉版本12的重大突破 人工智能学习所需算力的翻倍增长 自动驾驶与优秀人类驾驶之间的差异只会越来越小 当达到一个临界值时 特斯拉就会正式推出自动驾驶 所以相比克鲁斯自动驾驶虚无缥缈的前程 特斯拉其实已经给我们画出了一条完整的自动驾驶通向成功的道路 剩下的只是时间问题 全自动驾驶版本12仅用了8个月的自我学习 就已经达到了版本11的能力 在更大算力和数据支持下 8个月以后会达到何处 人类司机的事故率每年并不会有显著变化 因为每一代人开车所犯的错误都差不多 近几年随着手机和手机软件的快速发展 使得事故率反而越来越高 但是对于人工智能来说 错误一旦被纠正 它就不会再犯第二次 经常我们听到过的一种说法是 如果你去坐飞机 其实最危险的不是在飞机上 而是去飞机坐车的道路上 飞机事故率远远低于汽车事故率 我相信有一天随着自动驾驶的不断学习 一定会让汽车事故率达到飞机事故率的水准 我们现在的公路其实专门为人类司机设计 自动驾驶真正普及后 可能会专门为自动驾驶车辆设计道路 那样自动驾驶汽车的安全性肯定会在一步飞远 有一天如果全世界都是自动驾驶汽车 且他们能互相交互 那么事故率我相信会接近为零 而且交通会异常地畅通无阻 中国也传来了自动驾驶的好消息 据中国基金报报道 特斯拉中国内部人士证实 特斯拉正在推进全自动驾驶系统在中国的推广计划 实际上特斯拉为了在中国落地全自动驾驶 此前已经进行了大量准备工作 自2021年以来 特斯拉一直在为中国的全自动驾驶铺路 公司在上海建立了一个数据中心 收集其在国内运营产生的所有数据 此外 特斯拉还在上海组建了全自动驾驶运营团队和数据标注团队 中国的几个政府部门刚刚发布了联合通知 表明支持自动驾驶车辆可以在有限区域内进行道路测试 更为关键的是 政府部门首次明确自动驾驶事故责任归属 责任认定在过去一直是阻碍智能驾驶在中国落地的绊脚石 根据实行方案 如果自动驾驶车辆在其自动驾驶系统 没有激活的情况下发生事故 那么该事故将按照现有的交通事故责任规定来处理 当车辆的自动驾驶系统被激活 且再次状态下发生违法行为或事故时 试点车企需要在规定时间内向相关部门提供证明材料 以证明事故发生时车辆的状态和情况 如果他们未能按规定提供这些材料 那么这些车企将需要承担事故责任 这被业内视为里程碑式的突破 特斯拉进军中国市场表明了其对自动驾驶技术的强大信心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市场 对于任何在自动驾驶领域活跃的公司来说 都是重要的战场 特斯拉在这个市场获得绿灯以运营自动驾驶车辆 对于公司来说是一个长期的利好 如果特斯拉能够在美国成功推出版本12 并在中国市场也取得成功 这将表明特斯拉在全球其他市场如欧洲 非洲 南美洲的推广可能会比预期的更为顺利 因为两个世界最大的汽车市场都已接纳了这项技术 特斯拉即将正式交付备受期待的赛博皮卡 吸引了众多人群前往展厅观看 有猜测称赛博皮卡可能会与自动驾驶版本12一起发布 但这种可能性似乎不大 主要原因是赛博皮卡使用的是最新的硬件4 而从软件更新的角度来看 硬件4上的软件通常比硬件3万更新大约3到6个月 而现在版本12只能在硬件3上运行 但是一旦版本12能够在硬件4上运行 车辆的自动驾驶能力预计将进一步提升 如果您想深入了解自动驾驶版本12的历史性技术突破 请务必观看我的这个视频 通过它 您将对特斯拉自动驾驶技术有一个更全面的认识 这将有助于您做出更明智的投资决策 好了 这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我致力于提供最新最深入的特斯拉新闻与分析 如果您对特斯拉有兴趣 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见